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为了让小朋友有个兴趣的寒假 红树林有线电视和议员正代立香服务处合作 举办了小小主播营活动 实际上主播台当主播 也让小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让孩子能够在寒假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今天下午由新北市议员正代立香 与红树林有线电视合作 举办红树林小小主播营活动 让孩子可以体验坐上主播台的感觉 而市议员表示 为了要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 才会与有线电视一同举办小小主播营 希望可以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体验 跟我们红树林有线电视共同举办小小主播 已经漫向第六年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红树林 给我们小朋友这么好这么棒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来当主播 那刚刚有问过小朋友 有没有来第二次第三次的 大致上有几位来过第二次 我希望家长多多鼓励小朋友来参加小小主播 不论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更多更好的朋友来互动 这一次的活动不只是孩子在摄影棚体验当主播的乐趣 红树林有线电视以生动活泼的有趣方式 让孩子了解电视的演进过程 而议员表示今年办小小主播营 也希望可以让孩子许到更多 同时在于面对着那个镜头 他们也会比较习惯会比较自然 那反应也会比较快 台风方面都有所进步 刚刚跟小朋友聊过 来过第二次的 他们会很开心很开朗 那第一次的他感觉一点点的紧张 所以请我们的家长多多鼓励小朋友来参加 同时学校老师也鼓励小朋友来参加 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的这个相处的范围更广 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的播报 看起来颇有主播的架势 第一次面对镜头会非常紧张 但是也觉得很好玩 而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拿到一元服务处 还有有限电视所发送的赞品 让孩子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记者是端一带去采访报道